我可以尝试一下 棱子上面的那一端是记在一块大石头上面的 看着垂直的峭壁 看到我头皮发麻 特别害怕 而且石头的表面 我特别担心的是这个石头的表面非常的光滑 如果我在上去的过程中滑了一跤 然后膝盖磕到了这个岩壁上 那边有多疼 由于黑色那个绳子不够长 这个时候从上面摔下了一个白色的绳子 然后重新系上 然后再记得我腰上 记得阿勇是特别特别勇敢的 他愿意蹲着 然后让我踩在他的肩膀上再上去 可以 因为我特别特别的紧张 然后紧张的头皮发麻 所以我决定我重新绑一下头发 我觉得这个样子可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慢点慢点慢点慢慢一起起 膝盖超级薄的 膝盖比较贵 他脚出来 膝盖比较贵 屎り手要用心 膝盖比较贵 持绑往不轻的 你先让他弄 不够爽 不够爽 那个绳子帮他拉一下 要不然这个绳子还不对不绑 这踩死脚 然后人踩着 对里面位置很长的 抓到后面要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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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拉一根 他时间长了 怕他受不了 没劲得也闹没劲了 得生久他没力气了 你脚放开 你把他身体放开 得拉一下 手拉住他了 把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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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 上不到 他 没 他 天呐 我刚才过瀑布的时候 感觉太怂了 就是手臂的力量 还有腿部的力量 怎么那么那么的弱 飞飞比我强太多了 这次回去咱们要 要好好的 不能一枚心思只赚钱 也要好好地锻炼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的身体素质也要跟得上 不然的话以后怎么办 是吧 好的关注 我是阿宁 永长天涯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拜拜